社会消息来关心看一眼引爆冲突 台南一名陈信男子在酒店包厢外 跟黄信男子双方互看不顺眼出言挑衅 被对方人马打伤脸部 随后双方又约在烟酒行谈判破局 陈信男子竟然率朋友砸店 警方到场时人已经跑掉了 而黄信男子等人则是躲在二楼不敢开门 直到警方破门攻坚 还在里头找到了子弹和毒品 警方来到烟酒行二楼破门攻坚 不管男的女的叫他们全部趴下 里面一共八男四女一开始拒绝开门 躲在屋内远景强硬破门 这几人只能狼狈趴在地上乖乖就范 而往楼下走一楼烟酒行店面 玻璃窗全碎被砸得面目全非 停在外头的两部轿车 车窗也被砸毁 至于二楼窗户疑似被人用枪直射击 出现同反应 警方在储物柜搜出31颗子弹 就是没找到枪 问在场的人为什么有子弹 都声称不知道哪里来的 事发在台南安平 原来起因是口角就分 14号凌晨3点多 陈姓男子在酒店喝完酒准备离场 在包厢外头遇到黄姓男子 不满对方看了他一眼 出口挑衅残遭打伤脸部 随后双方人马约在烟酒行谈判 结果破局一气之下就把店里砸毁 巡线带同四车九人 至本分局接受调查 那后续是否有涉案枪支 以及卫道案人员 本分局将持续侦办追查 警方带回两派人马 总共21人 依组织犯罪条例 伤害罪 枪炮弹药 以及妨害秩序移送 同时扩大追查 强制来源 纪红武器 探索报导